事實上我們洪水旗 這個裡面 你去看了 就是說 我們用很簡單 寫井字 水井的井 古今的季 水井的井要怎麼寫 這個字才會漂亮 所以九宮八卦 九宮你要寫要長 這個井字才會美 樹要夠長 對 你如果井寫得太短 方方的方 那也不是很理想 那如果寫得上面 很寬 長 深很短 那這個井字很稠 所以我們就從一個 房子的空間就可以判斷 你住在這個房子 你存得住錢 存不住錢 陳冠宇老師 什麼樣的風水格局 讓我們留得住財 存得住錢 人生裡面 要留得住財 存得住錢的話 一定要好風水 當你住了房子的空間 如果這個環境跟空間 都不對的話 你想要留得住財 存得住錢 那是不可能的 那怎麼看 我們要選擇一個房子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要選擇 照房子都要選擇 這個房子的外在環境 外在環境好 才能夠造就人的財富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房子 第一個我們看要看什麼 看出去的名堂 就看出去 對外看出去 那我很寬廣 而且寬廣當中不能夠有 特立而來那種風 有時候你站在房子的時候 像現在冬天一股風一吹 好冷好冷 站在那裡 那你這個房子一定有問題 我夏天 夏天你當你站在那裡的時候 我天啊 風怎麼這麼涼 一天風電來 你愛的照理 這天風來可能就是沖煞的氣 那沖煞的氣 你說我這裡風的 南風的暖梯頭南風 才南風來的時候 一天風電就換來 好像回風轉氣來到這裡 天空一鍋 很涼 我們家都不用擦冷氣 你們家一定賣 都搖就搖得準 傳統 這是傳統的風水學 就是告訴我們 是一種統計學 你們家暖梯不用擦冷氣就很涼 你如果住山上我們沒話說 你住在荷環山 住在清靜 當然是沒話說 那本來氣溫就低了 但在市區裡面 夏天你家有一股風 這麼涼快來 窗戶打開 根本都不要吹冷氣 不要開電扇 那就有問題 那這一定留不住財富 那是外環境可以從這樣看 那再來內部的格局 我們在內部的格局 我們要去注意到什麼 內部格局我們看 一般想想跟觀眾朋友 你給我看看你們家 我們再講 你就想想我家是不是這樣 一個我們把房子 家裡面的平面圖 你把這個平面拿出來看 有的是它屬於方正的 還是大小 傳統的鄉下 我們台灣在台灣的文化 有傳統鄉下 我們是五間棄的 五老棄的那種的房子 一排屋 排屋的時候 你看它這個位置 深 就很深 寬很窄 對 所以一個寬面的比例 如果頭前是五米 頭前五米 它吹 吹到後面是什麼 有的吹就十幾米了 十五米 你看頭前五米 吹到後面十五米 那個房間回到什麼 中間 雲兩間 房間 都是沒有更生 沒有更生 沒有更生 因為太窄小了 那這種狀況之下 這種狀況之下 你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你身體不健康嘛 身體不容易健康 你如果五老 很打拼 很打拼 打拼的都存不住錢 所以這也是沒有 對不... 風水來講說 它的格局就是 對不住那個棄 對不住宅 你就看那個棄 如果要入棄就 會外來 要穿空 要穿你家就不會入棄 宅要送給你 根本你接受不了 你兩隻手夾得這樣 要拿錢拿不出來 你手開開才拿來 所以這種氣場 所以我們要以房子的面積 去看能不能夠留得住財 所以你看 我們一般的常常 可以從第一個 寬度一 深度三 四的 那種都不理想 那如果你 我們最好的寬度是什麼 最好一般的寬度是說 能夠寬 寬的度數跟深度 你要比例 所以說能讓我們留得住財物 存得住錢財 洪水 就是這樣格局 載物為深度為三 寬度為二的格局 你看這種情形 深度 你看前面在這個房子 你看前面在這裡 這客廳 餐廳 深度三比例 那這個寬度是不是二 所以我們在 事實上我們洪水 寫這裡面你去看了 就是說 我們用很簡單寫井字 水井的井 古今的寫 水井的井要怎麼寫 這個字才會漂亮 所以九宮八卦 九宮你要寫要長 這個井字才會美 樹要夠長 對 你如果井寫得太短 方方的方 那也不是很理想 那如果寫得上面 很寬 長 深很短 那這個井字很醜 所以我們從一個 房子的空間就可以判斷 你住在這個房子 你存得住淺 存不住淺 你如果前面很寬 深很淺 你想想 我的寬有三 深度才有一的時候 這處是房子面的 房子面的那個氣流 如果走到我們家的 那個氣流都不會進來 進來就水流出去了 所以這種存不住財 那如果它本身深 深的時候 深度的深 寬深深的深的時候 這是中庸格局 所以最好的價格就是 頭前的跨度到後面的穿度 分成三層 中層 你要想 我們一間房子想說 前面這一段當客廳 隔一半的話 客廳 房間 中間是什麼 餐廳 樓梯 如果一二樓的 沒有就是做廁所 公用的廁所 後面又是房間廚房 那這三等份 這三等份出來 有這個空間感就非常好 那空間感好 那個氣就容納得住 我們要選擇就是說 寬度二 深度三是最優的 那有的還要選擇 有的是 不是只有寬山 還要注意到房子的空間是什麼 切腳 我們採光面這邊 右邊切腳 右邊切腳代表力 太有靠開有爪偶片的極 如果左邊切腳 你開過爪偶片 所以有時候 我們去看房子的時候 就奇怪 他的錢都被人擺去 被爪偶怪 你從這個房子格局 切腳就可以判斷 他是 我們把它承認 像一個L切腳 一個方正的格局 深度 深度三寬二的時候 中間這邊少掉 先少了一個房間 前面剩一 深度是三 但中間切了一的時候 切了一邊腳 切左邊代表男人的問題 切右邊就是男女人的問題 切中間就代表 你自己身體狀況花掉錢 那切後面呢 切後面就是你後面的靠山 就損掉了 所以有時候 你看看 切到後面就是 欠到什麼 去給他的四大人 那個中壁給你擁擠 有時候有些人 剛好房子的後面切腳 全面很大 後面很窄 那後面都切腳的時候 就當很多錢 到最後就被你的父母 或是長輩需要錢給你桌轉 桌轉以後是生病 用掉了 老闆也存不住全場 所以說風水學 我們一定要選擇到 一個方方正正的格局 但是最好的 這個方正能後面往後拉 後面拉寬 拉大 那這種氣場才會好 所以一般人都不瞭解 都只會說 我有人家家 我們買家 有人家買他去就很好 我不對 你如果買家 做一間好好地 漂亮的房子 比較贏去 住一間 拍一間房子 在電樓 很大間 拍一間房子 你覺得說 拍一間房子住得很燙 你去換一間大間房子 結果哪大哪留買 沒什麼意義 所以有很多人 因為搬了一個房子之後 以前賺很多錢 搬了一個房子就完蛋了 房子的環境格局 要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觀眾朋友 當你要選擇房子 不要... 沒有第二選擇 只有照我們的這樣子 這個寬度二 深度是三 你看這是寫景置法 是不是中間比率很好 所以這種寬度 你要一客廳 客廳餐廳的廚房 這個配置都非常好 這個廚房在這裡 這一座餐廳 你看這個臥房 客廳臥房 這都有光線 這個比例上就非常好 所以只要選擇對了 深度三 寬度二 就是台灣 不管你在台灣 全世界 你要住一個房子 找到這種房子的 空間 絕對再怎麼樣 懶得工作 懶得比較平坦的人 都會賺到錢 還存得了錢 現在老師一定賺 跟我們家的賺 所以我們就代表 你這四人 稍微前這四人 我們就賺很多錢 還會賺到 所以他經常沒人知道 他存很多錢 他如果去查查 他又很多很好 所以他住得好處 住得好處 對 只要你住到好房子 相信你都留得住財富 守得住財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戰法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